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途怪奇师审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第三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重大挫暴风险 我们先看第一个标题 生产与存货循环存在的重大挫暴风险 其实我们前面在讲第九章销售与收款循环 第十章采购与付款循环 我们就曾经讲过各个循环存在的重大挫暴风险 只不过每个业务循环存在的重大挫暴风险 还略有区别 我们看块影响生产与存货循环交易和余额的风险因素 可能包括它这只是举例的形式 你一般制造业企业举例 用不用特意具备不用 所以在这它列是六点 我们能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第一个交易的数量和复杂性 尤其是存货可能涉及到大量交易 比如说我发出存货是要用先进先出法 移动夹权平均法 月末一次夹权平均法等等 而且它本身的交易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那么第二个最重中之重的就是成本核算的复杂性 尤其是我们制造费用作为间接费用进行分配 什么完工产品和再产品成本的分配 还有制造费用的分配 本身就具有很复杂的特性 为什么制造业企业一定要有成本会计这个坎位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原因 那么第三个产品的多元化 你房地产开发界建造的商品房是你的存货 我生产的书切笔是我的存货 我生产的翻译器也是我的存货 尤其是有很多特殊的产品 比如说我生产珠宝玉石的公司 那我可能要鉴定一下这个珠宝玉石的品质好坏 那我需要聘请到专家来验证是不是质量很好 状况是不是没问题 或者说我要验证一下你的价值 你这到底是真品还是厌比 产品的多元化也会导致它存在着重大错保风险 那么第四个是某些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难以确定 您的可变现净值不就是自身的估计售价 减自身的相关税费 或者产品的估计售价减产品的相关税费 再减去加工成本吗 只不过这个估计的售价 有时候我们很难估计 因为比如说价格受全球经济供求关系影响的存货 那我可变现净值就难以确定 您确定不了可变现净值 您是不是就计提不了存货接价准备 对就这个意思 那么第五个我们可能将存货存放在很多地点 你每个地点都能找得住吗 未必 第六个既存的存货很可能被毁坏了 侵吞了都有可能 这些只是它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用被吗 不用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括号存货相关的重大挫暴风险 它还是以一般制造型企业为例 他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存货的实物可能不存在 那如果你不存在 你账上记载了这个存货不就是高估 就违背了奶子认定 能说发生吗 不能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要说存在 第二个属于倍是尼泰卫的存货 可能位在账面反应 也就意味着您该记的存货没记 那不就是漏了吗 尤其是倍是尼泰卫存在多个仓库 那外地仓库的存货是你的吗 是 理应记在账上你没记 那不就是漏了吗 第三 存货的所有权可能不属于倍是尼泰卫 比如说你仓库里边的东西根本不是你的 你是替别人代管的 如果你列示在你的存货项目里边 不就违背了权力和义务这个认定吗 第四个存货的单位成本可能存在计算错误 影响的是金额也就是准确性 顿号计价和分摊 还有第五个存货的账面价值可能无法实现 比如说我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题可能不充分 也影响的是定量的认定 准确性顿号计价和分摊 这些内容能简单的制度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标题二是根据重大挫暴风险的评估结果 设计既不删及程序 第九章有这张表 第十章也有这张表 还用我在说吗 不用 两句话 第一 它仅仅是举例 你能大概明白就可以了 第二 您借着这张表可以练习一下相关的报表项目对应的认定 比如说第一个 存货的实物可能不存在 您帐上明明记载着有这个存货 但打开仓库一看空空如也 这时您存货不就违背了我们所谓的存在这个认定 因为你是高顾 后边的这些内容依然是举例 比如说我可能作为高大上的注度怪计师 我把它认定为特别风险 面对特别风险 能再跟我说一下吗 至少要有实质性程序 我不排斥控制测试 至少要有细节测试 我不排斥实质性分析程序 所以接下来我问你 是否信赖控制 如果你信赖 你要做的一定是综合性方案 那等于控制测试要做 因为你打算信赖的实质性程序是必须做 将来我会问你 你打算从控制测试中获取的保证程度是什么 中等 因为毕竟是特别风险 我可能要更依赖什么 实质性程序 所以你从实质性程序获取的保证程度 我就定义为高水平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存货的单位成本可能存在计算错误 那不就是金额吗 这是定量的认定 影响存货的哪个认定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一定要说准计分 影响营业成本的哪个认定 准确性 后边依然是举例 比如说我要问你它的风险 那我可能认为单位成本存在计算错误的风险是一般风险 那么接下来我问你是否先来控制 如果你答是 那就是综合性法案 因为实质性程序必须做嘛 你从控制测试中获取的保证程度应该是 比如说我判定是中等 因为它是一般风险 我控制测试实质性程序两个都做 那我可以把从实质性程序获取的保证程度定义为低水平 没问题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以销售产品的成本没有准确的节转至营业成本 不还是金额有问题吗 影响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存货 一定要说准计分 影响营业成本利润表的项目要说准确性 那么后边还是我们相应的风险 比如说我把它定义为一般风险 是否信赖控制 假如说你打算信赖 那你采取的就是综合相反 你从控制测试中获取的保证程度就是中等 你从实质性程序获取的保证程度 毕竟是一般风险 我可能实质性程序做的少一些 我获取的保证程度是低水平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个存货的账面价值可能无法实现 那不就是该计题存货跌价准备吗 如果您提多了 提少了或没提影响的不都是存货的准确性 顿号计价和分摊俗称准计分 这三个字 将来我有可能作为高大上的注册患者是 我把它定义为特别风险 那是否信赖控制 当您决定否 我还做控制测试吗 不做 那我以实质性程序为主 此时叫实质性法案 那既然我不打算信赖它 我的保证程度就没有 那么又因为它是特别风险 我可能要从实质性程序中获取的保证程度是高水平 能大概听懂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三节的内容 我就讲这么多 那下边看第四节 生产域存货循环的控制测试 它依然给了一个表11-4 讲了这个循环的风险 存在的控制 以及相应的控制测试程序 这块内容你有没有发现 我就写了四个字 一般了解 为什么 首先我们在第九章有个表9-5 它列示的 首先第一列是可能发生错吧的环节 一模一样 第二列是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机器认定 第三列和第四列 它讲的是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有自动化控制 有人工控制 第五列 讲的是著作怪计师的内部控制的测试程序 你怎么说是三四两列 我怎么查是第五列 而且表9-5 我们主要针对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还有应收账款的哪个认定 存在这个认定 我主要是怕你高估收入 进而高估应收账款 我们第十章有一个表10-4 也涉及到这个内容 本来这表11-4相对来讲还算比较重要 它跟我们表9-5表10-4表11-4是平级的 但是因为这一张有个重中之重的程序 叫存货键盘 那么光彩都被存货键盘抢光了 所以这张表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像第一个环节发出原材料 那么它可能出现错法的环节就是 我发出的原材料可能未正确计入 相应的生产成本当中 那影响存货的认定就是准确性 顿号计价分摊 而利润表的项目营业成本 我们应该说什么 准确性 那会有自动控制 会有人工控制 比如说自动控制就是领料单信息 输入系统时 必须输入对应的生产任务通知单 和所生产的产品代码 每个月自动归集 材料成本明细表 而人工控制是生产主管 每个月将其生产任务通知单 你没发现吗 生产任务通知单换个词 生产指令 相当于发令箱 一定要以它为准 因为它能引起多个部门联动 以及相关的领料单存根联 和材料成本明细帐进行核对 调查差异进行处理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我高大厂的柱头怪技师 我就可以检查你生产主管 对材料成本明细帐的记录 并询问你核对的过程及其结果 能简单的制度一下就行了 第二个是记录人工成本 有可能我生产工人的人工成本 没有得到准确的反应 影响存货的哪个认定 准确性顿号计价和分摊 影响营业成本的哪个认定 准确性 相应的控制 你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内部控制测试 我检查系统中员工的部门代码 设置是否预期实际的职责相符 我可以询问并检查财务经理 符合公司费用分配表的过程和记录等等 第三个不是记录制造费用吗 我就是怕你已经发生的制造费用 没有得到完整的规及 还是影响存货的准确性 锻号计价分摊 这是你规及的不全 你要没有规及 还可能涉及到完整性 这个认定 一漏了吗 营业成本 我们应该搭准确性和完整性 至于说相应的控制和程序 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四个环节是计算产品的成本 主要是我怕你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 在不同产品之间 甚至在同一种产品的 在产品和完工产品之间的分配 可能不正确 还是金额问题 影响存货的准确性 锻号计价和分摊这个认定 影响营业成本的哪个认定 我们所说的准确性 至于说程序 能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五个产成品入库 我就是怕你已经入库的产成品 你的生产成本却没有进行解转 您没有做借库存商品 带生产成本这笔分路 是不是最后可能影响存货的准确性 锻号计价和分摊 没问题 就这个意思 后边的内容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而发出产成品 我也关注的是 你已经销售 已经发出的产成品 没有准确的解转至营业成本 它影响存货的哪个认定 准确性 锻号计价和分摊 影响营业成本的哪个认定 准确性 你发现了吗 这张表几乎都是围绕金额是否准确 金额是否正确来开展的 没错 生产与存货这个循环 大部分你要核对金额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你说 制造型企业 它的成本核算非常重要 那么其他的内容 大家自己看一下 第七个盘点存货 这个我倒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存货可能被偷 或者是因材料 领用产品销售 而未入账 出现账失不复的情况 你的存货 如果是很吸引大家的 你说你是生产金手镯的 你说你是生产手表的 你说你是生产这种杯子的 那很容易被偷被盗 我随便拿回家就能用 但你说我生产大铁疙子的 一个大铁疙子几百公斤 我搬不动 那被偷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 如果明明被偷了 但您却没有销账 您的存货 不就可能怎么着 高估了吗 在这我们主要实施的是 人工控制 我仓库保管员 每个月月末 我盘点存货 而且我跟我的仓库台帐 核对并调节一致 你的仓库存货的台帐 每入库一批 你要登记 每出库你要登记 还剩多少金额 那是应有的金额和数量 将来我盘点时 发现跟台帐的数量不一致 多了的可能性不大 那如果要是少了 是不是我要报经领导批准 进行调整呀 所以成本会计就要监督 盘点与核对 并抽搭部分存货进行盘存 能简单的制度一下就可以了 第八个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可能发生的错报的环节 就是可能存在参测冷背的存货 影响存货的什么价值 如果你一盯点存货跌价准备没提 我影响的是资产减值损失的完整性 你应该提八十 你只提了三十 实际这可以多达一个什么 准确性 影响存货的哪个认定 不论你该提没提 还是该提提的不够 都影响它的准确性 顿号计价和分担 至于相应的控制 大家自己看一下 在这我提示一下 不论是自动化控制 还是人工控制 我们都要关注 它的存货或零的什么分析表 将来你的内部控制测试 我就是要询问台湖经理 你是识别了减值的风险 并确认减值的过程了吗 检查总经理的符合批准记录 这些大家要关注 第四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可考性 能知道就可以 来了 第五节是我们整张的核心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通篇几乎就在讲一个重要的程序 叫存货 键盘 但是也有一些边缘的知识 我们还是需要介绍一下 先看标题存货的审计目标 首先看该数 存货的重大挫暴 对财务报表和经营成果都会产生直接影响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库存商品给卖了 我是不是应该是代库存商品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影响财务状况吧 借方是主营业务成本是利润表的项目影响经营成果吧 对 如果我该转的成本没转 我曾经跟您说过是不是有一个行业术语叫钱亏 没错 如果你该转的成本没转 你虚增了存货 影响了存货的哪个认定 存在 你该转成本没转 影响了我们所说的营业成本的什么完整性 就正一个项目同时影响两个报表项目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存货 说的夸张一点 如果你是刚进事务所实习的普通助理人员 绝不会让你去审计存货 绝不会让你审计固定资产 因为这些很复杂 那么第二个对存货审计来说 由于年末存货余额的测试是耗时耗力很多的 这部分 尤其是我们存货既要关注数量 也就是存货的存在 还要关注存货的价值 我该不该计题存货阶价准备 相对来讲难度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审计存货的一般是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相关业务知识的人员 能知道就行了 它很重要 审计目标和我们所说的财务报表的认定 首先我还是给了一个目标跟认定的对应关系表 比如说第一个账面存货余额对应的实物是否真实存在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存在这个认定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说存在 利润表的项目说什么 发生 而属于被审计代位的存货是否均已入账 如果没有入账就有遗漏 影响的是完整性这个认定 而第三个存货是否属于被审计单位 是不是你作为存货是一项资产 你拥有没拥有相应的权利 这是权利和义务 而第四个存货单位成本的计量是否准确 存货的账面价值是否可以实现 这不单纯在说计划吗 但是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说计划要说准确性顿号计价和分摊 第五个存货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它是在说分类 第六个存货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财务报表中做出恰当的列报 这不就是第六个认定列报吗 我们后边还会用到这样六个认定 这是我们所说的目标跟认定的对应关系表 能简单的制度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第九章讲了 第十章又讲了 到这没必要大说特说 标题二 存货的一般审计程序 后边他要讲的一个重要程序叫存货间盘 所以前边他先讲的一个存货的一般审计程序 我们首先要获取年末存货余额的明细表 是不是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公共程序 你第九章要获取营业收入明细表 获取应收账款明细表 第十章你可能要获取相应的应付账款的明细表 这要获取存货余额明细表 他为了实现的认定就是准确性顿号计价和分摊 而且他要执行下列程序 第一个我要复合单项存货的金额 比如说用单位成本乘以数量和明细表的加总计算是否准确 第二 我将本年末存货余额跟上年末存货余额进行比较 总体分析变重的原因 我曾经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 如果你的单位假如说是很平稳的普通企业 那有人说啥样的叫很平稳的普通企业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原来审计的是一个餐饮行业 他们单位是生产什么的 不生产什么 餐饮行业能生产什么 他们单位是从事火锅业务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涮羊舟 他的原材料每年都是从内蒙古西蒙的一个固定的公司里边买 他每年跟这个公司就约定好了 比如说我买你多少筋羊肉 然后呢我最后到年末我一块给你结钱 或者说你给我开发票的时候 我哪给你钱 这都是约定好了的 没关系 他每年存货的余额大概是200万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到年末不正好是冬天吗 大家都喜欢吃火锅 尤其这两年疫情可能受影响 原来冬天大家是不是都喜欢吃火锅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存货配备的余额就会相对来讲较大 他存货的主要项目就是冰冻羊肉 但是我一直在审这个客户 我知道他有两个冷库 余额几乎都是200万 那么这200万说明他没给人家钱 人家也没有给他开发票 这是年年都是这样的 突然有一年我去审计他的存货的时候 我发现他存货余额是500万 每年都是200万 今年是500万 我就问他 我说羊肉涨价了吗 没涨 为啥我问他涨价了吗 如果你涨价了还是同等的数量 可能你金额会大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 单价要没有涨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意味着怎么着 您的数量在急剧的增加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单位还是两个冷库吗 他说还是两个冷库 你想当时这200万存货的时候 放在这两个冷库里边刚刚好 你现在单价没有涨 你金额变成500万 说明你的数量要翻一倍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两个冷库 你能放得下吗 放不下 如果你在问他 你们租没租用冷库 他告诉你 我没有租用冷库 那是不是就说明 这个存货可能就虚假的成分 对 后来问来问去 因为是常年的审计客户 他们财务总监跟我关系也不要说 他说我跟你实说了 是内蒙古西蒙的这个公司 他要做招投标 我审计的这个餐饮公司 他是采购 对方可是销售 那么对方就说我要招投标呀 我可能要达到一定的收入指标 达到一定的利润指标 他就给我开了一大张发票 比如说300万 这不就是额外300万就找到了吗 但是呢 因为我冷库没地方 他说我先把发票给你开过去 你也不用给我钱 那边不就确认了收入 那边接转的利润吗 像这种不就是本年的存货余额 上年与我存货相比 如果有较大异常的 你不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有时候被审计单位的账博记录出问题 并不一定是本单位的目的 他可能是为了成全别人 比如说内蒙古西蒙的单位 明确的跟他说 你今年只要帮了我这个忙 那么过了这个村 我明年羊肉每公斤给你便宜两块钱 我常年从他那买东西 每公斤要便宜两块钱 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我当然会占这个便宜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 存货的年初和年末余额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存货的一般程序 能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言归正传 我们来到了标题三存货键盘 我明确的告诉你 存货键盘基本上每年必考一个简单题 大概就是六分 大概就是六分 但是有些点我是需要你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 然后大部分内容我还是需要你理解 我不建议大家放弃这六分 因为他几乎年年都会命中 在这有知识点的考核 标题三存货键盘 你要明白两句话 第一句话 我去审被审计单位 我既要关注被审计单位存货的数量没问题 我也要关注被审计单位的质量没问题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所谓的存货键盘 键是监督盘是盘点 是被审计单位盘点 我在旁边监督着盘点 为什么我住的关系是不盘点 您糊涂了 存货是人家被审计单位的 就跟你们家有多少钱 你能拿出那些钱让我给你盘点吗 谁的东西谁盘点 只不过他在盘点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着 所以我们叫存货什么监盘 这是你唯一一次能近距离接触 被审计单位存货的什么机会 所以你既要关注他的数量 数量有问题了 账簿记录记载多少数量 你是已知道 到仓库里边一看 你实际有多少数量 我马上心知肚明 如果实际有的数量少 这不就叫盘亏吗 实际有的数量多不就叫盘盈吗 数量我要关注 另外我既然是唯一一次 能近距离接触 被审计单位存货的机会 我也要关注你存货的状况 也就是质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们单位就是生产蛋糕的 我都不用上仓库去看 就在你冷藏箱里边 我一打开那蛋糕 都已经长绿毛了 那这时候你还能卖出去吗 不能 这个蛋糕 你是不是要全额计题 存货接下准备 对 这不就叫关注他的什么 质 那下边我们看块一 存货监盘的作用 先看第一个小标题 存货监盘的必要性 您刚才不是大张旗鼓的跟我说 存货既影响资产负债表的财务状况 又影响利润表的什么 金融成果 如果存货对财务报表是重要的 比如说存货债务资产的比例比较大 那我助他冠冠期师就应当实施下列审计程序 对存货的存在 其实他重点在突出量 换个词 数量 状况 他再说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用备吗 不用 需要备的 我会告诉你 第一个 我会在存货盘点现场 您听好了 是您盘 我看着 您是备审计单位 存货是您的 是谁的东西谁盘点 我只不过在旁边看着您盘点 我叫尖盘 您叫盘点 所以这时候我就能关注你的食物在不在 除非不可行是啥意思 人家的存货非常特殊 人家是生产有毒有害气体的 你说你把这罐打开我看看 你可能一看你就over了 这种就是不可行的 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 尽可能的实施存货监盘 但并不是每一种存货都可以实施存货监盘 第二 我除了关注你的食物或数量 我还要对你期末存货的记录 实施审计程序 以确定其是否准确反映 实际的存货盘点结果 也就是说我除了保证食物 我还要做到仗实相符 如果你食有的数量少叫盘亏 食有的数量多叫盘云 不论盘云还是盘亏 我们都要正常的关注到 就是这两点原因 所以我才有必要进行存货监盘 那么第二个来了 存货监盘 您千万不要简单的理解为 背审计代位盘点 您高大上注作观景师看着 存货监盘 我经常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程序 综合性程序 这四个程序如果有可能的话 给我背下来 我再说一遍 这四个程序如果有可能的话 给我背下来 首先这四个程序要记住 其次这四个程序里边有一些细节 我们要关注到 我们看一下 在存货盘点现场 谁盘 您盘 您是谁 背审计代位 我看着 我叫键盘 实施键盘时 注作观景师应当实施下列审计程序 第一个评价管理层用于记录和控制 存货盘点结果的指令和程序 因为您盘点 盘点的指令是您指定的 盘点的程序是您指定的 实施是您实施的 我只是进行相应的评价 这是不是类似于背审计代位 有相应的内部控制 你只是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对 所以第一个程序相当于是 你在给背审计单位 有关存货盘点的内部控制 进行什么 控制测试 这不就等于评价人家的指令和程序吗 第二个 观察 不是您盘我看着吗 观察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这儿我只送您三个字 必须做 这儿可以考综合体 凭什么它可以考综合体 道理很简单 管理层 您盘我看着 我一定是要关注您盘点情况的好坏 或者说关注您的盘点效果 为什么 您盘点效果好 那我监盘的效果也会好 您盘点效果不好 比如说您打开仓库的大门 你说咱们开始盘点 您装模作样 在那盘点 拿几个东西 这是咱们单位生产的什么 我不知道 拿几个东西 这个是单位生产的什么 什么型号 我不知道 你能说你的盘点情况很好吗 不能 我能说我的监盘效果很好吗 不能 而且在这儿 我为什么强调三个字必须做呢 这儿经常考综合体 他说 被审议代位在12月29号进行了存货盘点 我猪头盖器师在12月30日 也就是第二天 到达了存货盘点现场 这个说法是大错特错 存货监盘最表边的意思 不还是人家盘 您看着吗 一定要看 这个第二个程序不就是观察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吗 不论情况好坏 您必须要看 这是我提示大家的一件事 那么第三个检查存货 这个检查存货呀 实际我主要关注的是存货的什么 状况 那么将来大家要明白 这个存货的状况不就是质量吗 有些存货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去看人家食品厂生产的蛋糕 你发现都蛋糕长毛了 这肯定情况不好 它肯定贬值了应该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或者说你去看人家这种承袋生产的产品 我们经常这种承袋生产的产品不就写账袋物实吗 对 这种你能很容易看出来 但有些存货你是看不出来的 有人说咋就看不出来 我手里这根出现笔如果放在仓库里边 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让你试一下 你敢不敢说你能看出这根笔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敢再比如说我这个单位本身就是生产电容电阻的 你没有把这电容电阻连在电路里边 你没有用万用表去测试一下 你敢不敢说这电容电阻一定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敢再比如说我原来经常举的 我是生产LE等等 你看的外形都一样 它通成电之后能不能亮 你能看出了吗 不能 所以检查存货呀 只是把能看出状况的我们可能要关注到 当然有一些存货非常非常特殊 比如说你是生产手镯的单位 那我就问你 你这是真的玉石还是用玉粉压的 还是石头经过枪三枪点泡出来的 我检查存货时 我甚至有可能我要利用什么专家的工作 这都是检查存货要关注的 因为我唯一一次能近距离接触存货的机会 就是存货键盘 能看的我尽量看 看不了的我利用专家的工作 再不行的我再想别的办法 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四个程序叫执行抽盘 您盘我看着固然不假 但是我绝不会全程袖手盘观 对于您的盘检之后的存货 我有一部分我要执行什么抽盘 抽盘这有综合题可以考 说几句话 第一抽盘是不能事先告知 这是简答题和综合题最爱考的一个内容 他说为了提高存货键盘的效率 我提前告知被审理单位 我将在第一号仓库和第三号仓库的存货中进行抽盘 这个做法是错的 或者你告诉你 说我告诉被审理单位 我将从A产品当中进行抽盘 这个做法是错的 对于你抽盘的范围 你绝对不能事先告知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抽完了范围之后 我再说一下什么时间 记住抽盘可以跟盘点同时进行 可以跟盘点同时进行 啥意思 不是您盘点吗 我不是肩盘吗 您盘完了这个东西 我马上看一下这个东西 可以跟盘点同时进行 可以在盘点之后 但是绝不能提前 为啥呀 您绝不能犯一个错误 说被审理单位 人家还没有进行存货盘点了 你说你现在先盘点一号仓库 我先去二号仓库抽盘一下 这个做法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 因为盘点的过程有一个识别的过程 被审理单位既然敢盘点这堆存货 显台词是这堆存货归被审理单位所有 人家的东西 人家保证人家所有了 人家保证人盘点之后 你才能进行抽盘 你绝对不能提前 这可以考简单 这可以考综合 他说我提前进行抽盘 错 是盘点之后 你才能进行抽盘 最早跟盘点同时进行 不能再提前了 这是第二个内容 那么第三个内容 我想说一下抽盘的要求 记住了 我抽盘的范围到底是大还是小 是不是你有一百件存货 你都要盘点 没错 是不是一百件存货 我都要进行抽盘 不对 记住了 当你盘点的效果好 我说的很清楚 当你盘点的效果好 加上你备审计单位 关于存货盘点 这一块的内部控制 运行有效的时候 是不是说明情况很乐观 对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抽盘的范围 就可以怎么着 小 记住了 如果你盘点的效果好 加上你自身的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我抽盘的范围就可以小 那反之呢 如果你盘点人员胜任能力不足 然后你的态度又不专正 你的盘点稀露糊涂的就进行完了 在这种情况 或者你存货内部控制运行无效 那我抽盘的量一定要足够的大 所以我的抽盘取决于你盘点的效果 好还是不好 第四个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是什么 大家听好了 将来我抽盘的时候 你听懂 我抽盘的时候 比如说我就抽盘到A产品了 我抽盘到A产品了 既然这个抽盘已经是一个局部的概念 您将来就不能给我局部再有局部 啥意思 比如说 它的A产品只在一号仓库里边有 那我可能还有B产品 C产品 D产品 现在我决定抽盘A产品 你不能说我一号仓库的A产品100件 我只抽10件 不能局部再有局部的概念 其实这里边还有句潜台词是什么 假如说在您盘点完了之后 我进行抽盘 我发现抽盘有一部分对不上 那我有可能做出一个决定 我让你背审尼代位把这部分存货 再给我盘点一下 是背审尼代位的所有存货吗 不是 只是背审尼代位没有合同上的这部分存货 再给我盘点一下 这四点内容我都口述过了 后边会有相应的题目 这块内容你就是类吐鞋要会 一定要给我弄清楚 因为这儿可以考简答题 这儿可以考综合题 千万千万要引起重视 最核心的内容是 观察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执行情况 必须做 最核心的内容是抽盘的内容 不能实现告知 最核心的内容是抽盘是在盘点之后进行 最早只能跟盘点同时进行 不能提前 最核心的内容是 我的抽盘效果好还是不好 取决范围大还是不大 取决于你盘点的效果好坏 还有抽盘如果有不符事项 我有可能让你背审尼代位重新盘点 但是这个重新盘点 只是一个局部的概念 而不是让你把所有的存货都重新盘点 这四点特别重要 记住了 那么在这我说一句话 存货间盘的相关程序 几个 这不是四个吗 到底是可以用作控制测试吗 可以 你评价人家的盘点指令和程序 这个不就是在做控制测试吗 也可以用作实质性程序 您进行抽盘 检查存货 这些不都是用作实质性程序吗 那到底是用作控制测试 还是用作实质性程序 我住的外计师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结果 那么审计方案和实施的特定程序做出判断 比如说 我只有少量的数量的存货 构成了存货的主要部分 我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我就开发了这么一期就有移动的商品房 我所有的存货当中99%的金额都是这个商品房 那我还用不用去额外特别评价 你存货盘点的指令和程序呀 可能就不用了 这时候我就会把存货监盘用作什么 实质性程序 所以我说存货监盘是一个综合性程序 是有道理的 它可以用作控制测试 可以用作实质性程序 取决于你的风险评估结果 取决于你的审计方案 取决于你实施的特定程序做出的判断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21年的一个多选题 下来各项审计程序中 诸多概计师在被审计单位 存货盘点现场执行键盘时 应该实施的程序一共有四个 评价管理层用于记录和控制 存货盘点结果的指令和程序 这肯定对 这是你在做控制测试 然后选项C 观察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送你三个字 必须做 哪怕被审计单位的内控不好 哪怕盘点的结果不好 你也要必须观察 因为否则你就不可能叫监盘 你都没看人家 你凭什么叫监盘 然后第二个是执行抽盘肯定对 第四个检查存货肯定对 这不就是前边的这些内容吗 所以大家记住了 这四个都是正确答案 2021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那么第二个标题 存货监盘责任的划分 您就记住一句话 盘点是管理层的事 因为东西是您的 您盘点 注册管理师是监盘 永远记住 注册管理师不能代为盘点 将来考试的师 他经常考一项题 他说因为被审计单位的人数有限 于是我注册管理师 代替管理层盘点了第二个仓库 并且在存货监盘表上进行了签字确认 这句话大错特错 二者的责任不能相互替代 管理层的责任就是定期盘点存货 合理确定存货的数量 状况质的责任 盘点是您的事 而我注册管理师的责任是我要实时的是存货 监盘 获取有关期末存货的数量和状况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注册管理师不能代为盘点 这是简答题和综合题经常涉及到的点 存货监盘虽然年年考题 但它的考题还是很有规律的 你不用怕 我讲了正多年审计 我还是能给你把这些知识点挑出来的 那么第三个是我们所说的审计目标 审计目标我把它分成两个层次 一个叫主要目标 一个叫次要目标 您听好了 存货监盘最能实现的是哪个认定 存在 我后边有一个什么电子屏 这个电子屏本身在不在 我通过你的盘点 我的键盘 我是不是肯定能知道 对 所以实时存货键盘盘是可以实现存货的 存在这个认定的 另外对存货的准确性 对号计价和分摊这个认定 也能提供部分审计证据 他在很委屈的说提供部分审计证据 大家想一下 有人说我看一下这个电子屏就能知道多少钱呀 不是 他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唯一一次禁忌离接触存货 有些存货你通过检查存货这个程序 你发现蛋糕长毛了 你发现的食品长大了 甚至食品都臭了烂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就应该知道他该计题存货跌价准备了 而该计题而没有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影响的不就是准确性 顿号计价和分摊这个认定吗 但是每次都能实现吗 不是 百分之百肯定能实现存在这个认定 我经常举前边的LED灯 电容电阻这些 你看一眼就知道电容电阻有没有被击穿 还有没有能用的可能性 你不知道 所以准确性顿号计价分摊是能够提供部分的审计证据 那有人说他为什么还能对存货完整性也提供部分审计证据 当您把您的仓库大门打开的时候 我会问您 是不是你所有的存货都放在这个仓库里边了 您告诉我 是 这时候如果要有遗漏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就能间接的实现完整性这个认定呀 但是你敢不敢说 你问了 被审计单位答了 他的完整性一定没问题 不敢 所以他很谦虚的说提供部分审计证据 如果夸张一点说 我存货键盘百分之百能实现存在这个认定 但是我偶尔能实现完整性 还有准确性顿号计价分摊这个认定 我说清楚了吗 这是主要目标 次要目标 存货键盘通常并不足以为柱子外计师提供存货的所有权相关的证据 也就是说他很难实现权力和义务这个认定 为啥呀 你打开备审计单位仓库的大门 备审计单位仓库里边的东西 你能不能通过你的键盘就百分之百证明存货全是他的不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备审计单位账面记载存货是一百万 我明确的告诉你是一百万箱苹果 我告诉你实际的情况是备审计单位的存货一点都没有 一箱都没有完全是空的 您不是有可能犯一个错误吗 你在进行存货键盘之前 你告诉人家备审计单位我要进行存货键盘 他时有的数量是零框 你如果告诉人就知道你哪一天来进行存货键盘 人家提前就跟另外一个很好的战友说 你把你们单位的一百箱苹果先运到我们仓库 让我度一下危机帮助我度过一下难关 这时候你猪头快捷师去盘检的时候 发现果然有一百箱苹果 果然跟账上记载的数量一致 但你敢不敢说这一百箱苹果就归被审计单位所有 不敢 所以很难实现权力和义务这个认定 你看百分之百能实现存在这个认定 偶尔能实现完整性和准确性 顿号计价分摊这个认定 很难实现权力和义务这个认定 但是有可能有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 我猪头快捷师可能在存货键盘中 我获取有关存货所有权的部分审计证据 比如说我打开你的仓库 有一堆存货上边贴的法院的封条 已经被法院查封了 是不是这堆存货至少流动性出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能证明权力和义务 通常情况下基本不能证明 就是因为我怕出现你把别人的存货 放在你仓库里边充当你存货的这种情况 这是我们所说的括号一 括号二是存货的尖盘计划 记住了存货的尖盘计划 其实是我们所说的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制定 制定什么 制定尖盘计划 制定尖盘计划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定完了 你总不能每次都指上谈兵 我们要实施尖盘程序 所以我们所谓的存货尖盘计划 就从这两个步骤来说 第一个步骤是制定尖盘计划 您听好了 盘点是你备审计代位的事 尖盘是我的事 所以我高达上注册会计是我制定尖盘计划 第二个是我实施尖盘什么程序 那么先说第一个制定尖盘计划 是头脑风暴法吗 是拍脑门就能制定错 不是 最基本的要求 我是要在了解加评价的基础上 来制定我的尖盘计划 所以第一个了解备审计代位的存货 相关情况 啥意思 我得知道你备审计代位的存货是什么 比如说你备审计代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你的存货就是商品房 就开发这一栋 就开发这一栖 在那摆着呢 我可能无需大盘特盘 我就能知道你存货的情况 而有一些存货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等 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客户 他生产的产品是以钛为主 这个钛不主要用于航空吗 他当时就跟我说 我们这些存货是保密的 你不能进行存货键盘 还有人家生产的东西就是有毒有害的 如果你进行存货键盘 你就over了你会为了挣一点审计费 会强行去进行存货监盘吗 不会 再比如说人家的存货存放在境外 而此时境外现在正在发生战争 你会冒着清临待遇 只是为了挣那点审计费 你去境外进行存货监盘吗 不会 这些都是要在你了解 被审计代位存货的相关情况时 你要了解到可以肩盘的可行的我肩盘 不可行的我再另寻他图 这里边我们就要了解存货的特点 还有你的盘存制度 对贝沈级代位而言 你能选择的盘存制度是什么永续盘存货 既既增加也既减少 也可以选择实地盘存货 我都要了解 还有你存货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如果你盘检效果很好 存货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才很好 运行有效 那我抽盘的数量是不是就可以适当的减少 这都是我要了解的 第二 我还要评价 这是有题可以考的 听懂 这可以考简单 这可以考综合 评价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制定的存货 盘点盘点盘点 我说了三遍 是盘点程序 记住 你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你制定的是存货盘点程序 我可以评价你的存货盘点程序 但是考试时他问了混淆你 他说我应该评价存货监盘计划 这句话大错特错 我是高大上的注册管理层 你就只要想象我很高大上 我制定的坚盘计划 无需别人去评价 而我是在您盘点的情况之上 我进行坚盘 所以我评价的是您的盘点程序 而非我的坚盘计划 我强调的点 你一定要注意到 这可以考简单 这可以考综合 而且这考过简单 考过综合 所以了解的是存货的状况 评价的是被审计代为管理层制定的存货 监盘程序 都没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制定存货 监盘计划 你也可以把这标成是第三节 编制存货监盘计划 对存货监盘做出合理安排 记住这个坚盘计划是我高大上 驻托怪计师编制的 无需任何人评价 我评价的是你管理层制定的存货盘点 程序 别错了 是了解加评价 那么将来我的坚盘计划里边 有哪些主要内容 比如说存货坚盘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内容后边我会单独的说 你要背下来 存货监盘的范围有哪些 这个仓库里边只有一根钉子 而且你验证的只有一根钉子 你还去监盘这个仓库吗 不必要 还有时间是什么 你盘 我看着 你的盘点时间 比如说是从12月29到31 我的监盘时间也要跟你相协调 是29到31 第二 我还要关注的存货坚盘的要点 及关注事项 还有参加存货坚盘人员的什么 分工 比如说特别难以进行坚盘的 或者需要很丰富经验的 那我就可以派 胜者能力强的 诸多怪弃师去进行坚盘 最后抽盘范围如何确定 记住这个抽盘 一定是在盘检之后进行 最早只能跟盘检同时进行 抽盘的内容不能事先告知 这些内容一定要知道 这叫制定坚盘计划 第二步就是实施坚盘程序 我还是这句话 存货坚盘是一个综合性程序 千万不要理解为人家盘 您看着这么简单 我可以评价你管理层 用于记录和控制存货盘点结果的指令和程序 我还可以观察你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这是你存货 如果进行坚盘是必须做的一件事 我还可以检查你存货 我还可以执行抽盘 这些前面讲过了 我在这不再重复的给大家去述 那么讲到这儿 实际上我就把前面该铺垫的存货坚盘的内容 都已经给大家铺垫了 那么下一讲 我就正式讲 从获监盘计划的制定和指示 这一讲时间很长了 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